今集也是很高興,因為香港廣播90年請到一個非常資深的廣播人 是的,我超然的 上一集我們有提及過你做廣播劇開始 還是兒童廣播劇,但在大人的節目裏扮了小朋友的聲音 所以不當是兒童廣播劇,而是成人廣播劇裏的兒童角色 是的,那個時候我開始,但後來我入了兒童劇,我想是兩、三年後 做回小朋友的事,但我開始做大哥哥 你做甚麼其他環節? 很多,我不記得,我只是負責畫劇那部份 那時我跟過的大姐姐是劉慧琼姐姐 她後來移民去加拿大,在Vancouver 很多年前我都參加過她 後來就是盧文山姐姐 嘩,這姐姐真是… 這姐姐全部都出名的,那年代來說是小朋友的偶像 嘩,如果你一說,如果三經旁邊有些聽眾的年齡略為… 成長一點的,我們那一代的一定知道 即時會有個共鳴在那裡 是的,一定知道的 你剛才說的那些名字 是的,是的 剛剛最近才有譽明姐,譚耀明和余條姐她們回來 她們都是移民去溫哥華那邊的 剛剛最近也回來,我們前幾天就跟她喝茶 那如果大家一群人聚在一起,通常你們會說甚麼呢? 是否還是說回香港廣播 嘩,那時會不會說回那時的輝煌呢? 甚麼都談的,又不只是懷舊的 還有岑南令呢? 那時她也是哥哥了,水嘴大哥哥貝了 那時她跟我… 我搞第一隊樂隊,未曾Playboy 之前我跟她玩過的 因為她的敲擊也不錯 她唱話聲很像貓王 我那時彈結他,是她做歌手的 哦 我是她的結他手 是Nanny 是Nanny 她是我那時的歌手,我們對樂隊那時叫Stripling 我們還客串過鄧光榮大哥的第一部電影 叫做《學生王子》 我們客串過,但問題是很少的 客串完之後,我就叫了兒童節目的朋友去捧場 結果,我們客串的電影被剪了 齊曼同學問,你在哪裡出現?完全沒有了 沒有看完都不見到我們出現 其實岑南令在裡面有個角色 他反而有個角色 我們客串是因為他大怯的 因為他在打鼓,一直在唱 我們就幫他彈 那時我認識了鄧光榮大哥 那時他跟我的好朋友問我 你知不知彈Move It? 我彈幾句給他聽 他就說,這就當了我好朋友 那時就很開心 那時學生年代 那時學生年代很開心 而且尤其是看這些人的名字 如果有感覺 像是你提到岑南令,我都有感覺 因為我認識他 所以閃閃閃閃的時間 《Stripling Saying》 應該就過了這麼多十年了 是呀,《Stripling》 同樣是他們的《學生王子》 有我們的照片 但是一隊樂隊很小的角落 我以為自己很威風 怎知他們把錢給他們 那就是相當尷尬 好,你有提過 就是和杜國威 因為你變成替他 而變成為因為這樣 就入行 但是你倆都有合作 以及在劇中同時演出的會不會 不是《怪家庭》 《怪家庭》不知道有沒有客串過 好事都有 很多時有很多節目 因為那時她是播放網子 她是我的長輩 我那時跟她做一些對手戲 我聲音是橫皮 她聲音是嬌的的 你說的有點像 她都是斯文之妖 她做女生 她在廣播劇時 很多時是做小朋友年代的女朋友 即是聲音上是情侶檔的 對 總之女生就是她做 如果我跟她合作的時候 我就是男生的部分 她就是女生的部分 我們很老友 很老友 賭Sir 你對她的印象會是怎樣 現在輪到你去看她 她真的叫一點點 她就說她很乖 很聽話 很乖 她很乖 她很乖 有時我就會 有些事都疲 搞什麼 什麼 但是她真的很乖 她人很好 後來她有一段時間 比較低的時候 我都真的 我叫她 你有這麼多所謂經驗 你不應該放棄自己的夢想 有什麼都好 你應該可以做很多事 其實 你剛才說這句話 常常的杜Sir也有說過 她說就是你鼓勵她 我覺得她很聰明 不知為什麼她有一段時間 可能她剛剛教書教到悶了 我有一段時間不在香港 我回來之後 她有一段時間 心境上比較低沉 但是她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嘩 拉美就很厲害 現在我們畫劇界 選擇是高人 即是編劇的 可以說是一代宗師 對 電影來說她幫我做過編劇 有幾部電影都找過杜Sir幫忙 電影、音樂等 大家也知道是傻家 但是廣播的位置 在廣播道上 真的不太清楚 很多人都不知道 雙台、廣台 你會不會每個台都做亂 很像我做亂 但我不是很緊接的 我只是貪玩而已 人家找我做 我也會做 雙台還未上台山之前 我記得是近著美夫那頭 即是最早期的接過室 是的 我也有做過 那時候還是小孩 我還是做小朋友 你也可以做 港台也在做 那時候 港台我也做過 港台比較厚一點 其實你是因為自由生身份 是的 我沒有簽過任何合同 就算我在荔枝呼聲 荔枝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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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簽過合同 荔枝呼聲 反而從來沒有簽過合同 每個星期我們很有口齒 總之 你那時候叫我關為鵬 關鵬 你下個星期記得何時到 我就到 沒有人提醒 到時候都下就是了 如果他知道明天沒有你份 後天沒有你份 他會預先告訴你 有劇也沒有 在商台那時候 也是廣播劇 商台那些也是廣播劇 只是做小孩 他需要一個橫皮仔 就找我 那在商台那時候 有甚麼人跟你一起合作 後來的波音王后 尹芳寧 沒錯 可能她是在劇中 跟你有些對手 有的 那時候她也很小 你認識到很多廣播的名人 在那一剎內 但是相處的時間短 現在看到也很開心 大家也會記得 那在這個廣播裏面 無論是商台號 香港電台號 或者麗的呼聲 你覺得有哪些人物 你今天想起 是當時對你來說 有很多的幫助或影響 很多大哥哥姐姐都幫到 杜Sir的姐姐 梅子姐 梅子姐 他很疼我 但後來他移民 他在紐約住 後來我去流浪 那段時間 我在紐約也是他招呼我 他對我很疼我 他回來香港又找我 我們一定會聚一聚 很多的 如果我同一輩 除了杜Sir之外 鄭小平 是我師姐 我和一間學校同制 他的爸爸 就是我第一個白落 因為他帶我去麗的呼聲 講故事 就是小朋友講故事 就讓羅鳳君姐姐看中我 就是鄭子敦老師 他當時是我們學校的老師 教我們的老師 他覺得我講話 也挺有趣 也挺有趣 所以帶了我去 鄭子敦後來也在電影界 也有做很多角色 很多演出 我記得鬼馬之多先 他也有幫我們客串 還有鄧共碧 鄧共碧 鄧共碧 鄧共碧也是很老友 小時候 我們有很多 吹水的朋友 他也是 很小時候就做童星 你問他也可以 我想問他 他也記得 然後我做了最多的 應該是麗的 那個年代 麗的最多 從廣播來說 真的很多年 我在麗的其實 時間也挺長 到了後浪 我有提過 就是 Soundbit 那時開始 我就等於是 轉去麗的影星 但是那時 都未簽約 我第一份工作 我曾經是以畫公仔 在那裏做Part Time 反而就是 那時我做 Soundbit 開頭的時候 即是很紅的時候 Mr. Mark Chan 他就是 簽我們做Soundbit 他就跟我說過 小孩子 即是這麼說 他是個年輕人 花毛八日紅 他跟我說 他說 你未畢業現在 不畢業你想做甚麼 你真的想要畫公仔 即是這麼說 我開始跟他說 可以嗎 你 後來他就說 你跟我學習吧 真的 他主動給了一個機會 我就是 入電視台的後面 我們就要簽一張藥 那張藥 就是做Training Producer 成員 做這次 後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